美国放行乌克兰使用长城飞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之后震惊国际 俄罗斯的议员更呛将开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那俄罗斯总统普丁他也在19号签署了新的法令 拼准新版核武使用准则来作为回敬 克林姆林宫发言人放话说 新的准则会降低俄罗斯率先动用核武的门槛 那同一天也传出乌军已经首次使用美制的六枚长城飞弹 袭击俄罗斯边境的一处军事设施 俄乌冲突再次升级 美股在星期二一开盘主要指数狂跌 道琼工业指数下崩300点 同样也是美国放行乌克兰使用长城飞弹攻击俄罗斯目标 那刚才听到俄罗斯议员已经开呛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 那这个新的核武目标已经门槛放低 我们来看这则新闻 那普丁他以前讲大话 他说如果有核能国家送武器给乌克兰打到我境内 我就针对那个核能国家核子手术 意思啊 大家都在看你讲话算不算话 现在有讲说有新武器 大家就会一秒跳到那个 那当然核子武器啊 对不对 不然还有什么战术核主席啊 那你现在是美国给乌克兰武器 你要不要打波兰的美军基地啊 如果一打的话 这个双方就开战起来了 还有一个人 就刚才那个介大使讲的 最可怜的那个川普 刚刚二十九秒跟拜登握完手 拜登就在那后面戳他一刀 你不是二十小时要停战吗 我就弄一招让你无法停战 可是俄罗斯有一个杀招啦 他一个杀招就是去炸乌克兰的电的输配电系统 因为十二月冬天就来了 最近我看到很多这个乌克兰的核电厂的这个配电系统都被炸 我跟你讲啊 因为乌克兰现在就是核电 不然就是波兰输过来的电 那问题是你要有输配电嘛 那核电厂不能炸嘛 可是输配电网可以炸 那这个就是要去酝酿 乌克兰民众的生活的不满 就是说你这个战争事实上已经完全没有公事可言了啦 那你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觉得我坦白说啦 那个泽伦斯基最近讲话 也都是在呼应拜登 因为拜登的补助款有六十亿美元嘛 那事实上大部分都会回购美国的武器嘛 要扣账的 拜登说他钱给到圣诞节 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泽伦斯基那个硬挺的样子 说我们绝对不会在任何压力下上谈判桌 包括美国 讲话讲到这里 拜登会在他卸任之前 把这个俄乌战争这个火烧的更大 目的是让川普更难收拾餐局 因为他不愿意在历史上作为一个 将来川普所谓诠释俄乌战争 就是拜登是一个老糊涂 然后事实上把大家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后这个背后有很强大的军工复合体 利益组合 那是一个很愚蠢的政策 这个拜登不愿意承担的名嘛 所以他也不会让川普怎么样 他的媒合的工作 他的讲和的工作 能够那么简单 那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把俄乌战争 打得更激烈 甚至难以收拾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恶毒的一个决定 俄乌战争开大已经满一千天了 但是呢目前双方僵持不下 而且局势还升级 对此联合国安理会也召开会议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宣布 将持续提供乌克兰军援 而中方则是抨击美方 俄乌战争能不能早日结束 完全取决于美国 再加上美国总统拜登17号才宣布 准许乌克兰向俄罗斯使用长城飞弹系统 恐怕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俄乌战争满一千天 战事持续延宕 一张卫星影像显示 俄罗斯生产固态燃料飞弹的五座设施 正进行大规模扩建 克勒姆林宫也计划大幅提升 飞弹产量以推进乌克兰战事 至于联合国安理会 也针对俄乌战争进行讨论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宣布 将持续提供乌克兰新一波军援 但大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耿爽则表示俄乌战争能否早日结束 取决于美国的态度 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与持续至今 与美国有很大关系 未来能否早日停火指战 实现政治解决 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美方的态度和表现 日前美国总统拜登才宣布准许 乌克兰向俄罗斯使用长城飞弹系统 而美方放行乌克兰使用的是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火箭ATACMS 射程长达306公里 这个举动似乎促使法国和英国迅速跟进 批准乌克兰使用射程达250公里的暴风引飞弹 不过与此同时 北韩可能将派出10万大军协助俄罗斯作战 但并不是一次全部投入战场 而是以轮替的方式补充前线兵力 知情人士透露这项消息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丁 计划长期与乌克兰作战 同一时间北韩领导人金针在平壤和俄罗斯 自然资源神台部长科兹洛夫会面 这支代表团的到访也凸显出 两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日益深化的关系 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早安 接下来全面现场 我们带你来一句叫 是美国现在准选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制的长城飞弹 攻击俄罗斯的境内 引爆了俄乌战争可能升级的忧虑 而现在中国大陆外长王毅在 里约热内卢举行职场体峰会期间 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也引发了关注 外交部长王毅在里约热内卢会见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王毅表示 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 在喀山峰会期间的会晤 对两国关系下阶段发展 做出战略部署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不断焕发新活力 两国的外长现在就强调了 中俄两国领袖在喀山峰会达成的共事 并且聚焦两国关系 乌克兰朝鲜半岛局势等等问题 大陆外交部就这一次的会议 发出声明指出 王毅表示 北京愿意和俄罗斯共同努力 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 全面战略协作和伙伴关系 但是没有说明更多的细节 好 现在美国拜登政府就同意了 乌克兰要自主使用美制的 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不过现在也让俄罗斯气炸了 现在普丁他就下令 要下修核武打击的门槛 这其中包括如果 俄罗斯遭遇到大规模 空中攻击的话 那就可以动用核武来加以回应 不过对此美国五角大厦 现在批评 俄罗斯此举是不负责任的 就在俄乌战争迈入一千天之际 俄罗斯国防部现在就证实 乌军是连夜动用了六枚的 美制陆军战术远程飞弹 对布洋斯克地区来发动攻击 这也是乌军他们首度使用 美制的远程飞弹攻击 俄罗斯的本土 那其实先前美国点头放行 让乌军可以使用美制飞弹的时候 克里姆林公就回应说 如果乌军真的是使用美制飞弹 攻击俄罗斯的话 也会做出必要的回应 好 现在就在这个拜登政府 放行之后呢 俄乌战争的局势 急剧升温 瑞典就开始向民众 发放了数百万本的备战手册 这本三十二爷的手册里头是名为 如果危机或是战争来临的话 该怎么应对 内容是涵盖如何为战争天灾 网络或者是恐怖攻击行动 来进行准备 其中有教导民众要储存食物 还有水耕将现金带在身上 以及在花园种植蔬果 未来两周会发放给520万个家庭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5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录 全壮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 动力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